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都失去了震撼人心的志向 上个礼拜我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天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志向这个话题 他说Chris 你觉得志向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面对这个问题我停顿了大概五秒 但是脑子里面闪过的 是我几十年的人生旅程 跟很多人一样 我小时候也充满着希望 总是想着长大之后要成为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MBA选手啊 科学家 艺术家 编剧 演讲师 直到刚踏进社会 所有的梦想还有志向 突然之间被所有的现实条件所掩盖 不是没钱 要不然就是没资源 要不然就是没人卖 没机会 我还记得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跟我的朋友说了我的志向 但是呢 他去回复我 别傻了 你现在这样能够做什么呢 我想无论是谁 无论志向有多大 面对这样子难以突破的环境 还有本身条件都会选择放弃吧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直到有一天啊 有个声音在我耳边跟我说 你不舍弃一些东西 怎么拥有更好的事物呢 是啊 不就是因为我放不下我现在有的 所以我才没有多余的空间 去争取我想要的吗 所以接下来 我做出了一连串疯狂的决定 我逐步的放弃我原本稳定的工作 选择去创业 我放弃了我原本拥有的知识 还有技能 从零开始去学习 一直到现在 我在商业界有点成绩 得了新加坡青年创业家奖项 还被记载在新加坡成功人士大选 这些画面都在五秒瞬间闪过后 我回答我的朋友 对我来说 志向就是一个比我自己更远大的东西 所以今年 我决定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就像我前几天说的 我决定送出 我这几年以来 一直非常珍藏的商业策略还有机密 这三件东西结合起来 让我赚了超过千万美金 刚好这个月是我的生日 如果你想要拿到这些大礼的话 就帮我留言生日快乐吧 我会告诉你怎么领取 因为我真的很想送给越多人越好 所以只能麻烦你留言 这样子演算法呢 才会推给更多人看到 要不然这些礼物真的每个都价值不菲 没有人看到就太可惜了 好 好